世界是共通的 美好的东西 共通的东西 人文的东西 都可以用音乐来传达 我是莫华伦 美声南高音 我这一次带着香港的年轻歌唱家 为了庆祝香港回歌25周年 中央歌曲院的乐队 园丁指挥 一起来北京演出 我第一次演歌曲 是1980年的事 40多年歌曲生涯里面出演了 60多部歌曲了 70年代 我在夏威夷看的第一部歌剧 当时在一个歌剧院里面 看到2000多人的位置 80人的乐队 大和尚100多人 独唱 没有那种麦克风 那种震撼的声音 彻底把我征服了 我开始学习夏威夷学的 然后再去纽约 马尊业学院拿我的硕士 一毕业柏林歌曲院来招人 1987年我就去了柏林歌曲院 当时柏林歌曲院是世界十大歌曲院之一 从开始的唱配角几句的 晚饭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走了 一晚上没事 我心里还是不服的 明明我比台上主角唱到 但是我还是唱配角 有个机会 弄成男主角病了 当时柏林歌曲院问我 过两天你能唱这角色吗 没有排练的 我说能 因为我在其他小歌曲院 锻炼过了 啪就上台一眼 机会不是经常有的 给你一次机会 对不起我还没准备好 没了 那时候是29岁 第一次跟帕博拉夫 同台的排练 哇我的心情 哇紧张的 他就叫我走近一点 然后唱完之后 他给我 叫我该怎么更好 怎么还给我意见 看着怎么咬冰 把冰块咬咬咬咬 吐出来上台唱 把喉咙的肿胀 充血降下去 继续唱 成功了 柏林歌曲院开始给我唱 大角色了 法国歌曲院 意大利歌曲院 西欧歌曲院 基本上唱不变 当时因为有些家庭原因 我要回去 就请两个月嫁 他说不行 两个月走不了 去不劈辣 走 回到香港 刚刚准备回归了 欣欣向荣 祖国也在发展 可以有的是机会 香港回归那个音乐 可以全世界现场直播 经过150年多的殖民统治 我们香港终于回归了祖国的怀抱里了 太激动了 我也是香港歌曲院 就是总监 我做了很多两地的交流 我在国内第一部歌剧 是跟上海歌曲院合作 1996年的罗美尔朱利益 在美齐大剧院 放电影的地方的时候 来看演出 拿着瓜子 聊天 什么都有 还有大哥大 哒哒响的 就是完全 我说 我怎么演呢 这样的地方 但是也演下去了 从舞蹈 上海大剧院 东一等等 全部建起来 现在我们内地 有起码上百家新盖的剧院 而且都是可以做歌剧 加上非常好的剧院 就没想到 这三十多年 我们祖国发展飞快 有国家大剧院之后 很多全世界一流的团体 都来北京演出 所以北京的观众 什么都见过 他们喜欢你 就大叫 啊 就鼓掌了 国家大剧院 原创歌剧 肇事故人 首版是我演的 说实话 唱普通话 比意大利文难 因为很多收音结尾 有很多辅音 意大利文没有辅音的 全是母音结束 听听同事们怎么唱 多听老前辈往前靠 掌握了这个唱中文的技巧 这要自己下苦工 接着在国家大剧院 一共演了13部不同的歌剧 能够在自己国家大剧院里面 能够唱原创歌剧 作为一个中国人 很骄傲 接着就很多春晚了 参加过了 2015年唱的把心交给 我跟吕薇一起唱的 敲钟前那首春晚 那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香港文艺工作者 很荣幸能得到国家的认同 香港特区 有很大的商业的自由度 文化的自由度 人家来香港 不管是金融 不管是吃玩 你有一个文化的中心 晚上可以去看演出 可以看乐剧 看交响 看芭蕾舞 看歌剧 看音乐剧 那香港就丰富很多 作为祖国的特区 要作为一个 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 也是我的义务 去推广文化的交流 下一步就是 技术家乡更多的 青少年的两地的结束 你第一句叫信任 把你音色唱歌 就是培养年轻人 多多发掘年轻人 给他们机会 来传达我们中华 民族的文化 民族的文化 都可以用音乐来传达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歌声 在全世界传递中国的文化 没取过来传达 并纤联储 都可以用家 边对神区的封锏 我们下了的 我去看 寻转送达